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 迪志偉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兩性作家 許長德 阿德 大家好 好 以及心理痴傷師 許浩宜 哈囉 大家好 另外是這個演員 藍敏 大家好 好 藍敏歡迎 另外是塔羅牌的專家 小孟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 來 我們今天主題是愛情的復仇者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社會 復仇者好像越來越多 或者是要分手了 然後就報復 或者是愛不到就報復對不對 那這裡有個新聞是有個男生 他六月十六號帶著親友闖入了一間婚宴的餐廳 然後裡面正在辦婚宴的新人 竟然是他的前女友跟前姐夫 三年前姐夫外遇了自己的女友 姐姐因此離婚 而他也跟女友分手 為了幫姐姐跟自己出氣 在前姐夫跟前女友的婚宴的場合 眾人去那邊調侃 而且發傳單 讓賓客全部都認識這一對亂人 亂倫新人的真相 哇 今三年耶 這個志偉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新聞 對 人家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這真的是等了三年 那當然就是我個人是覺得 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是覺得這種行為不要學 雖然你出了一口氣 但是你還是要面臨可能法律的問題 什麼法律問題 因為啊 你想想看 我的女朋友被我的姐夫睡走了 那我當然跟我女朋友會分手 那我的姐姐跟我的前姐夫也離婚了 從此如果各過各的生活 不互相理 也很好啊 但是他們驗這口氣就是驗不下去 六月十六號那天其實 那樣乖也要亂一下 對 出一口氣嘛 我們看到新聞的報導 六月十六號那天是有賓客拍這個畫面 把它傳到網路上才曝光 那本來都想說 現在結婚還有這樣的橋段可以看 真的假的 就是一群人衝進來 他不是發傳單 他是灑傳單 那傳單上面寫的就是說 這一對新人根本就是不倫戀下面的結果 因為一個是我的前姐夫 一個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所以這個當事人就是這個弟弟 因為PO文後來是姐姐 弟弟到現場去出這口氣 撒傳單那一開始這一對新郎新娘還坐著那邊很淡定 那賓客大家看傻了眼嘛 也沒有人趕這個時候去撿傳單 到底是寫什麼 沒有人趕嘛 就有些人一邊吃一邊看 那新郎新郎就坐在那個主婚桌上面 然後就是怎麼會之前沒有鬧 現在來鬧這樣 那當然最後呢 這個新郎新娘沒有辦法再坐在裡面 因為越來越難看嘛 所以這場婚禮 新郎新娘後來落跑 落跑 就離開現場 接受大家的祝福 那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太尷尬了 因為太尷尬了 地上如果有洞應該要鑽進去了 所以他們兩個都出來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新郎 影片拍到新娘 新郎的反應 新娘當然就覺得很沒面子 新郎是很憤怒 但是好像又不敢怎麼樣 那通常你很憤怒不敢怎麼樣 人家就會覺得說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這他們就走了嘛 留下二三十桌的賓客 剪傳單的剪傳單 吃東西的吃東西 那大家會好奇說怎麼一回事 這個影片下面就有人link這個姐姐 在她自己的社群 臉書上面的po文 這個姐姐就講說 這個新郎是我以前的老公 我的前夫 那不知道怎樣去勾搭到了 我弟弟的前女友 姐夫去勾搭弟弟的女友 這對嗎 這像話嗎 就是當時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吞下這口氣 所以我選擇離婚 那這三年來 她就是有她的小孩嘛 她不想要傷害她的小孩 總是想說給她留一個面子 沒有想到這一對男女 你居然要結婚了這樣 謝謝我弟弟 去現場幫我出了這口氣 讓大家知道說 這種就是擦男女的下場是這樣 那個字眼不好聽 我就不講 所以這弟弟呢 也回應姐姐了 就說 就是要讓他知道 我們就是等這一天 你不結婚我還不知道怎麼樣讓你難看 你現在要結婚了 我就讓你知道說 什麼樣叫做不要臉 所以這個弟弟也很嗆 然後到現場去大喊 這結婚的人是我的姐夫 她的母是我的母 她的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說母 她在現場講是講老婆 因為很多人沒有結婚 也會叫她的另一半老婆 老公 所以顯然 我們姐夫把我母睡掉了 顯然說 顯然說這三年 他們要報仇醞釀很久 然後這三年還走不太出來 你知道就是 就是想都沒有想到說 你們居然要結婚 而且這個弟弟還講說 你不要以為你神秘 我們就不知道 我還是打聽得到你在哪裡結婚 所以就是要讓他難看 我好想看現場 並客的反應是怎樣 有啊 那個影片上面有啊 但他就是這樣看啊 你看我看你是發生什麼事 對 就是你可能會以為 這是安排的橋段啊 然後還有網友講說 快點喔 八點檔本土劇 趕快來抄這個 這個比八點檔本土劇 還要扯就對了 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場面 小文如果你去 你想要去鬧場 你會不會上台 把詩儀的那個麥克風搶過來 我不會 而且其實我 第一個我會先看菜色怎麼樣 菜色 沒有 因為 你是要去報復了 你幹嘛看菜色 沒有 我就想說 還可以打包一些回去啊 而且像鄭大哥像我 我是覺得我不會這樣做啦 可是我知道說我的客人很多人 他們都是這樣子的行為 而且他們都 這種都是醞釀很久的 你為什麼不會這樣做 你個性是不是 我的個性 就是讓他睡得沒關係就好睡了 就是說既然他今天會離開我有沒有 對 他如果跟我的親戚有沒有在一起 那如果他幸福啦 因為我看多了嘛 每天看到那麼多不幸的人來找我算命 我都會覺得說這些都沒有什麼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我是那種報復的人 以後別人看我也會覺得我很恐怖 會覺得說你看 你看我就這樣子搶在麥克風 或者是給人家破東西 很極端啦 是是是 很激烈 就是很激烈 對 像我們常常也有那個Facebook 可能那個粉絲團也有人會來說 我要去潑你的店 撒你的那個把弄那個屎去潑你的 我們都會害 那種花糞圖搶 對對對 對 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 是因為我們講話有時候比較直接 像我們常常在雙面都會算說 譬如說你不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都會跟他說你不要跟你的另外一半講 要不然另外一半會來 他們都講 講回去之後那另外一半都抓狂 都會說為什麼這個老師要破壞我們的感情 所以我Facebook常常都會收到一些人 就說我有一天我要去炸店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說 一定是很想起的 是是是 三年還沒辦法發改 對 然後還有是有價位 跟這個討論 對 說我們真的等到那天一定要跟 好好看 好好看 然後 對 第一就是說 人就是這樣 有不一樣的路 對 報復不報復 他選擇報復 那報復再來就是 你要怎麼報復 那阿德你呢 你說我要怎麼報復嗎 對啊 我不好意思講出來 我會覺得報復這一條路 就是每個人都要想一想說 你當你決定要報復的那一天開始 其實真正不好的時候都是你 因為這個炸彈都丟不到人家的心裡面 都一直丟到你的心裡面 哪有 他生囊心癢就落跑了 我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三年裡面 他只能丟到自己 因為別人不一定會感受得到 也不一定會 如你所願覺得那麼受傷嘛 那我覺得說 你要想說 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這些 然後還有之後的 就是如果有法律上的問題或是什麼 那我覺得說 這樣的問題 尤其是姐姐這個角色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說 你知道復仇一旦聯盟 我剛才跟他講說 復仇者超愛聯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覺得傷害人就是永遠是不夠的 就是這個復仇永遠是不夠的 就要聯手起來 那我覺得說 既然復仇有這種就是互相牽連這種危險 對 你要想一想說 他有些人會大到你無法收拾 就是這個收拾是說 你的小孩也看在眼裡 就是哇 爸爸雖然很可惡 但媽媽更恐怖 就會有這種印象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你知道 你說氣上加氣 就是一個氣就已經失去理智了 氣上加氣 聯盟起來是超恐怖的 所以姐夫來勾搭我的女友 就這樣算了 你知道為什麼會要就算了嗎 你要想一想說 不適合你的 有人把你拉走 你要謝謝他們 就是你不適合 你還要去跟他糾纏 你不是一個很蠢蛋嗎 對啊 你不是更 就是最糟糕 就是別人看在眼裡 就不會照你的劇本走 就會覺得說 哇靠 真恐怖的人 其實你把那個現場說 我們這個困惡 其實自己很丟臉 對啊 自己就要演氣 而且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插曲 因為這個原PO就是姐姐 他就是PO這個文出來之後 那個臉書有他的大頭照 被網友瘋傳 怎麼說 然後因為連這個前女友跟前姐夫的新郎 新娘照片也曝光了 那你想想看 新郎新娘那天是不是會特別set 會 所以新娘一定特別漂亮 對 結果一天到萬六年 結果你看那個照片 網友都說 你老公的眼睛是跑到哪裡去了 就說這個正公 這個已經被離婚的這個女生 不是選擇離婚的姐姐 他說我怎麼比新娘還要漂亮啊 就是大家樓都歪了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新娘很漂亮這樣 那我覺得說就是像他的老師講的 這個就這個就是嗎 這個 對就是他 這個就是姐姐 姐姐 對 那有沒有新娘的那個 就是他弟弟的女友的照片 有啊也有 對 也有啦 就是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 都查得到啦 那個照片就是 就是落差 有落差就對了 我就覺得這個姐姐比較美啦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這樣出軌 你讓自己過得更好 把自己打扮更漂亮 然後追求下一段幸福不是很好 對啊 對啊 那浩宜難得來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心理狀態應該怎麼調整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看起來都不是 其實我也同情這個姐姐跟弟弟 因為我覺得會報復的人的心態 真的很糾結對不對 那浩宜你怎麼看 我其實在我們工作裡頭 我覺得大家面對分手 其實第一個想到的都會是報復 以前我記得有一部 我剛開始做諮商的時候 有一部電影剛好很紅 那個李馨潔演過一部叫見鬼 那他裡面有一個橋段 就是那個女主角就拿那個冰錘 要去刺那個情敵的眼睛 那那一陣子我就遇到很多的 那個大選女生 如果分手以後就來講說 她刺情敵的女生 她是重傷害罪 她要關很久 是啊 是啊 她一生也毀了 對 可是有趣 你去婚禮鬧一鬧還好 沒有 他們不見得真的做啦 但是有很多的就是那個時候 很多學生看了以後啊 然後就剛好分手就會來講說 她也很想要這樣子做 但就是有的時候我們想的 你不一定會變成實際去做的 那這個案子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其實我們心理學一直有在探討 復仇這個議題喔 我覺得她其實復仇就跟肚子餓是一樣的狀態 就是說我今天肚子餓的時候 有一天會來三次 有可能喔 我真的很想報復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那個人 可是那個肚子餓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心情就會不好嘛 所以如果我知道說 我等一下會去吃東西 那我就可以控制我現在的情緒 那報復有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相信他們在這個感情事件當中 一定受了很多傷害嘛 所以他就很想要揍他 或者是很想拿冰針也去也去刺他 可是當他心裡有一個 就是長遠的復仇的目標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他們比較能夠 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所以其實我覺得報復有的時候 會讓一個人的力量變得很大 那只是說 我覺得在這個案子裡頭 比較可惜的就是說 還好這個姊姊長得很漂亮 他如果是長得又比小三 不好看 那人家可能講話 輿論就反過來 就講說你自己長大 不只照照鏡子 那傷害更大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報復有的時候 是會連自己的未來都陪進去的 可是有些人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報復了以後就 大腦就有快感 像我們跑新聞 你就會常常碰到 女生或者男生 大部分是女生 會去男生的上班的地方 會去花黑函 對不對 然後你就要放信箱 要不然就是放櫃檯 然後自己不敢出面 然後就說他有多爛 可是有時候會得到反效果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女生就是這樣 你是在講我講的那個嗎 我們就很多人都會做一樣 不小心等一下就把當事人講出來 沒有 我真的有遇過一些女生 他們就是 如果有遇過一個女生 她是被劈腿 就是應該是說她是 她無意中作的小三 然後她就跟一個男生交往以後 後來才發現她其實有老婆 然後她就覺得很生氣 就有那種被背叛的感覺 所以她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去辦公室發黑函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抱負的過程當中 人就是很容易犯兩個毛病 第一個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去發黑函 他就想要引起這男生注意 好 所以簡單來說其實他還愛他 對 那如果他還愛他 可是男生會覺得這人很恐怖 對 所以他其實應該說 比如說冷靜下來 我去跟政公對決 我覺得沒有什麼 如果我們撇開什麼道德來看的話 感情當中你正當對決嘛 對 可是他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從此那男生就躲他了 對 因為害怕 恐怖 然後他才回來去面對說 其實我是很愛他 我才做這件事 所以後來才會來做回他 然後另外有一種狀況 我覺得像這對姐弟的狀況 可能有一個比較可惜的是 我覺得姐姐其實條件很好 那他可能在這個 一直在想著要報復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就漏掉 旁邊可能有很多人對他示好 可能有 一直想報復 對 可能有新的感情可以開始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好 不過剛剛志偉有說 這個新聞 當事人姐姐她PO了文章以後 因為有留照片嘛 網友大部分的留言就說 政公那麼漂亮 這個男人眼睛有問題 還有人說 政公比小三正多了 男的是瞎了嗎 所以大家發現說 政公姐姐是個大美人 長得比小三漂亮 然後他還要再提一下說 再加上最近阿翔外遇謝忻的事件 大家也發現小三有時候沒有政公來得美 那為什麼小三沒有政公來得美 男人還會選擇偷吃呢 阿德 因為那個 我差一點要講出剛才講的話 講到什麼 可見就是漂亮是沒有用的 已經說了 不要把男人或是女人 再選擇對象用美不美帥不帥的標準來看 因為那不是關鍵嘛 我們會互相吸引的 可能都是一個小小的點 可能跟外表也沒有關係 可能是你那天幫我倒了一杯水 幫我買個東西 這樣開始的 所以來講就是說 如果當發現說這樣一個原來的元素不見的時候 他當然什麼就看不見了 因為當初本來就不是因為外表而跟你在一起 因為如果我們會因為外表來選人的話 我們永遠不會結婚 因為永遠有更好的 這個有一位朋友 他在徵信社上班 然後他就在PPT上面寫文章 他說很多人會誤以為 男人外遇的對象一定都很美 其實他的食物 說大多數的小三都比原配醜 那為什麼原配比較漂亮 男人還要外遇呢 他曾經跟個案中的老公聊到這件事 結果這些老公口徑一致 說什麼 女人聽清楚了 趕快 他說婚前的對話總是 你上班辛苦了 累不累 趕快睡覺 每天都要保持好心情 加油 有時候那個LINE還會傳個塗貼 對不對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不要氣了 婚前是這樣 婚後呢 是滿滿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接下來當太太囉 兒子要補習 家裡那些開銷支出都不夠了 錢給他拿回來 這裡電話費賬單明天要繳 錢在哪裡啊 那個燈壞了 靠兩個月你還不去修 下個月小內好出了一個新包包 我想買 你什麼時候要升官啊 坐那麼久了也不會升官 今年年終獎金多少 我在自我反省 還不急 不用反省 沒有啊 沒有說很多 為什麼跟你同期的 人家都升了 你都還沒升啊 我覺得這種話都很傷 就真的滿傷的 這樣 所以呢 這個啊 你也有這樣嗎 我 好像只有一條 你哪一條 好像是那個燈壞了這麼久 你怎麼不敢去修一修 對 然後你就要找個人來修 沒有 他沒有修 那個燈就是在那裡 就是不會好 你要找人來修 老公回來就問 我覺得最傷的就是 那燈永遠都沒有修 就孩子擺在那裡 這是最傷的 因為就表示 永遠都不會改 到現在都沒有改 這種話 我想 大部分老公聽他這種話 都很反感 可是太太就會想說 那男大老我還爬上去修 對啊 這句話更討厭 我已經在講 你帶得很辛苦了耶 我還要爬上去修燈 對啊 但是不是 因為你們的責任在哪裡 我們在戀愛的時候 你說天上幫我摘星星 現在連標榜都講不到 還有一種老婆是這樣 天上最新興的是你 對嘛 老公回到家說 燈修好了 老婆說等你修 算了吧 我不靠你了 謝謝老婆這樣 對 今天來修的那個水電工 好帥喔 互相留了LINE 幹嘛把婚姻講得這麼真實 這很寫靈靈 對啊 他流了汗水 好棒喔 當例子都沒有 你有沒有跟老公說 我其實有的時候真的是火的時候會跟他講 我覺得大家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次約會 就是人生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他打電話跟我說 等一下我們去看電影 我最近那個很紅 那個阿拉丁 他有演這個橋段 就是你就說 你等一下 然後先電話放旁邊 然後我們會去旁邊 一直跳啊 很開心 所以真的是在交往的時候 你要去比如說談戀愛 你就會把自己打扮得很好 可是結婚以後 我老公都說我變成一隻白熊 超醜的 在家裡就穿一個什麼浴袍啊 然後看起來很邋遢的樣子 然後都羞不真 真心話還沒有講出來喔 我覺得 我回家馬上會 因為我覺得老公在這個時候 講這種話 一定要有分寸的 誰想找麻煩呢 怎麼可以把最底的話講出來 點頭講一半就好 那還有最毒的是什麼 就是全世界最醜的白熊 就是你還想一想就是說 我覺得婚姻裡面喔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走進婚姻 我們有很多 就是其他我們婚前 沒有的責任嘛 我覺得其實那個部分 其實讓我們花很多時間 去做那些事情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這個意義是什麼 這個意義就是說 也許我們 你看我們都可以 愛情那麼迷人 我們都可以犧牲到愛情 來成就這一件事情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嗎 就是說我們要互相提醒 我們有這樣一個價值 浩宇那個登後來呢 登後來他好像 就是還在那裡啊 他還在那裡啊 我兒子可能大了就會去修 那他就幾年了 那妳跟他講的時候 老公的反應是什麼 他就是會 好啦好啦 但是還是沒修啊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 離婚 所以你就變成要一直講 離婚 離婚 回去離婚 我是會為了這種小事 離婚的人嗎 一直講還是沒有修 還是沒有修啊 所以只好家裡就買梯子囉 改天就自己去修 我跟妳說妳 這個都不修 然後這疙渣在心裡 怎麼消除 我覺得 我覺得婚姻像存摺嘛 就是他如果有存 其他的存款進來 這東西是可以忍受的 是 他存了什麼存款 他常常包容我的情緒 如果他包容多少次 就可以他外遇一次呢 那是一個 Ki Moji的外遇 好的 這個存款的概念就是 好的 他們家燈會壞 你們家也會 真的啊 等一下再問妳 我們先休息一下 燈都是壞的 其實婚姻的生活裡面 其實都是為了這種小事 在磨擦 然後一點一滴的被耗盡 家裡燈會壞掉 老婆很苦惱 這件事情 每個家庭就在發生 第二是老公不休 這個事情都在發生 不過這有一個 第三個是 要解決就要威脅 威脅老公 但這有一個很實在的就是說 如果這種事情 一直在婚姻裡頭 沒有被解決 是很容易被趁虛而入的 我說實在的 就是如果你發現出現一個人 不是說燈 我們離開燈的議題好了 就可能你那個地方 就是缺了這個東西 可是你突然 比如說出去的時候 就路邊撞到一個人 這個人他剛好 就補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外遇 就是這樣發生 跟臉沒有關係 是是是 你們家有沒有大門外面的階梯 還好我們家那個門檻都很高 不會隨便坐在那裡 阿北您家燈會壞掉嗎 就是想起來 就是我們家目前正在壞掉中 現在壞掉壞了 有了 而且那個就是 就是我的更衣間 更衣間不是放很多衣服嗎 上面都有一些燈嗎 那燈就是一盞一盞的壞掉 現在只剩下一盞 就是連衣服看什麼顏色 都看得不太清楚 總共幾盞 應該有七八盞 壞掉六七盞 對 家裡的燈不能隨便壞掉 不是不是不能 就是不一定要那麼明瞭 婚姻裡面不一定要那麼清楚 暗一點也是好的 那我現在就覺得說 其實每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就是讓你有一個舞台 讓你這個婚姻變好或變不好 我的建議就是說 以前我遇到這種事情 就我以前就覺得很不耐煩 我現在後來 老婆一定會跟妳說 老公燈壞掉了 對 然後我每次你們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剛下班回來第一句話就跟我講這個 因為很累嘛 覺得很煩 那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他也沒有跟我講多少這樣的事情 對 那為什麼我這幾件事 為什麼不好好做 對 來讓自己就是一直很煩 就是說 後來我告訴你 他只要跟我講這樣的事情 我一定是加倍做好的 比如說 比如說他給我講兩三次 那個垃圾去幫我倒一下好不好 以後這件事就是變我的事 我一定會說 有什麼垃圾要倒 我順便 因為我們家是有管理的地方 我說你給我不用進來 我先丟了再上海 就是我現在就是搶先做 因為這種事情一做了 其他就是那個 就沒事了對不對 那是你的更衣間 因為他常常回想這件事 他就覺得心情好很多了 如果一直在最後這個事情 一直是心情不好 本來這件事不重要了 變一直無限擴大 是是 作為你們家有燈的問題嗎 有有有 我們家之前 我們今天節目叫點燈 對 但我們家燈壞了 老婆就是會說老公燈壞了 我就馬上去換好他 是喔 對 除非我們家沒有燈 但是通常就是會有這樣的經驗 要換燈沒燈 你就會買很多燈在家裡stand by 對 那當然就是說 一方面是我自己也不喜歡 家裡燈壞掉 對 因為真的就命理的角度來講 你家有燈壞掉 你家沒有辦法忍耐 七八斬壞了六七斬都忍耐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子 就是燈壞要自己主動 我不會讓這些事情卡住我們 你比較會 那你自己主動去把燈壞好了 老婆連講的機會都沒有 對 對不對 那不是很好嗎 沒有 還會講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永遠改不了的事 而且現在如果說 像你燈壞的水電工 你叫他來他不會來 真的 我有常常試過 因為他不划算 他不划算 對啊 而且我發現說 後來我叫我的那個女員工 打電話去 他都說會來 但是只要是男生 他說自己不會換 所以叫我們自己去外面買 買來換 是 是 是 所以現在你水電工 他去你家 不見得他會想要來幫你換燈 所以真的還是要學 所以女生一定都要學會換燈 我們希望花名 女生的水電工 男民 這個跟前男友 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 然後可是有一個恐怖的開詞 是怎麼說 就是因為一開始 他讓我的印象是一個教會的小組長 然後他長得也滿帥的 然後給人家很溫暖的感覺 然後又會關心我 就是最近生活怎麼樣 有沒有去教會 然後但是因為我不瞭解他 然後我們很快就在一起了 可是 你不瞭解他很快就在一起 這場邏輯不太對 感情就是不了解才在一起 多快啊 就是他是去年十月底 在教會跟我認識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去裝水的時候 他也會過來裝水 然後就會說 這麼巧我也在裝水 然後就會找機會跟我認識聊天 然後也會私下給我書 然後他之後就會加我臉書 然後約我出去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都單身很久 他單身大概三四年 然後我也是兩三年 所以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們為自己的對象 祷告很久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兩個應該是 就是神的安排 所以我們兩個就很珍惜 彼此的相遇 然後我就很快跟他在一起了 你還是沒有為了 我問你多快啦 多快就是大概兩個禮拜吧 這麼晚啊 兩個禮拜 那你是兩個人打算要結婚 對 以前看過新聞娃娃嗎 有啊 你就不知道有一個來賓 許常特叫大家不要結婚嗎 不過我有他的書 等一下可以找到簽名 哎呀 所以書你根本沒有吸收啊 對 因為那是 就是受傷的時候才有 那個用 在幸福的時候 那個論書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好啦 請繼續 然後因為我們在一起 第二個月的時候 他就 跟我下跪求婚了 哦 好幸福哦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跪下來給我戒指 還有他手寫的紙條 裡面大概50個字 然後最後一句就說 你願意嫁給我嗎 然後我就覺得他這個人很有誠意 然後就說好 嗯 對不起 戒指是什麼樣的戒指 那個戒指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 就是一個普通的戒指 體佛尼 呃不是 好像沒有牌子 然後就是因為他拿出來 拽子那裡 呃不是吧 然後就是他拿出來的時候 就幫我 台義你也聽不懂 聽不懂 你還回答 拽子你聽不懂 不知道 鑽石啦 哦沒有沒有 他就是很普通的戒指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幫我戴上小拇指 然後我就發現 哇 就是很巧的 可以戴上我的小拇指 就是尺寸剛剛好 然後我就很感動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就是 因為我禱告很久了 所以你一定是我的 真命天女這樣子 然後 插個話 所以剛剛好 那個事情可以感動 可以 很感動啊 尤其他覺得一切都是 神的安排的時候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是因為他良心有算過 就沒有很好啊 所以就剛好 這回姑娘的概念嘛 女生就是這一些 比較容易被騙這種話 對 我所有的看起來聽不懂 都為小孟問的 我們都不會裝 對 然後我也沒有在意說 因為那個戒指 他是放了他家很多年的 因為曾經有被別人退貨過 然後他也很誠實的跟我說 那個是之前有給別人 然後現在又放回來 好誠實喔 然後他就是放了很多年 然後就是為了等他這個結婚的 對象出現 哇 所以因為他這樣講 然後我就覺得他這個人很真誠 然後很浪漫很感動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好 那就什麼時候要見我外婆 見我媽這樣子 嗯 是是是 那五十個字寫什麼 五十個字裡面就是 就是有點像言情小說那一種的 嗯 然後裡面就寫說 就是 我第一次 小孟問你 我 我很知道 因為我想說 我現在有說神職人員 怎麼現在都越來越誇張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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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是第一句就寫說 我第一次這麼快就愛上一個人 嗯 然後這是我對你的感覺 然後我為這一天禱告很久 我一直祈禱我的 結婚對象趕快出現 嗯 然後我覺得 我跟你就是 嗯 命中注定啊之類的 嗯 然後 嗯 沒有一對情侶是不吵架的 嗯 然後你願意就是跟我攜手到老 然後走全職這條路嗎 嗯 全職就是 全職的意思是 就是在教會 嗯 奉獻 全 就是願意奉上自己的生命 嗯 然後全時間的奉獻傳道 哦 很虔誠耶 對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是同一間教會 是去年11月我去到他的教會 所以那時候我們兩個 就自以為說就是 神為我們安排的對象 所以他寫的這封信 我也覺得很感動 嗯 然後他的 他的浪漫 然後他的真誠也打動了我這樣子 可是後來發生了什麼恐怖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我們來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本來這個 那個你也是很 很感動 所以想嫁給他了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後來啊 就是 因為我也把他視為結婚對象 所以我 也去見過他媽媽 然後他媽媽也會照顧我 所以我就更熟悉了他的家庭狀況 然後我慢慢才知道 原來他自己的原生家庭 是很有問題的 那他 在14歲的時候 爸爸就過世了 所以他媽媽一個人單親養大 他們三個小孩 但是他爸爸以前是酗酒過世的 所以他爸爸以前會打人 就是會家暴 所以他的個性就會有時候有點歇斯底里 然後很偏激 然後他有時候也會跟我莫名其妙的就吵架 對不起 蔡偉華 這個跟單親家庭不一定有關係 有一些人是雙親也是 家裡面也會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他有時候會跟我吵架 像我記得有一次就是在便利商店的時候 我們兩個坐在那裡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用Uber回家 然後他說他要用台灣大車隊 然後我就說Uber比較好 然後他就很生氣說 台灣大車隊比較好 然後我說可是Uber應該比較便宜吧 就是有兩趟有八折的優惠 他說我是從小省到大的 我怎麼會不知道哪個比較便宜呢 他說一定要用台灣大車隊 然後 這其實我們要弄一個網路投票 很少的事情 對 然後因為他希望我 就是大小事情都可以聽他的 但是我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有一些想法 所以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說一定要用台灣大車隊 然後開始不能說服我之後 他就罵我說 你不要太屬氏好不好 太什麼 屬氏 屬氏什麼意思 屬氏這個就是屬於的屬世件事 就是 太入世或太... 就是因為他們教會裡面有時候會這樣講 就是我們要屬靈 但是不能屬氏 然後他就因為跟我吵架 所以就說我是假基督徒 然後很屬氏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教會 他就罵我說 你是騙人的基督徒 就是你沒有去教會的話 你就是騙人的 喔 然後他會很生氣 然後我甚至 他想跑步 我沒有陪他去 他就會把我脫下去 就是他把我的腳就是拉著 然後就把他 就是把一件褲子穿到我腳上這樣 就是硬要我陪他去跑步 然後我就說我那天很想睡覺 然後他就 就是 就是死命感覺他拚了命的 就是要讓我穿上那條褲子 跟他去跑步 然後後來是掙脫了很久 才沒有去跑步 然後我就在家睡覺 所以他生活裡面 好像缺乏尊重 對 對不對 你想坐Uber 你就坐Uber 只要安全就好 也不創那一點點錢 對不對 而且台灣大哥大... 不要講什麼 台灣大對不對 對 那後來有發生哪一些恐怖的事情呢 說他會跟蹤妳 竊聽妳 就是他因為他知道我家的... 妳試圖逃離了嗎 那時候 對 因為那時候我有發現 他媽媽跟他... 其實他們兩個的情緒狀況都不太好 因為他媽媽有時候也會罵小孩 或者是突然生氣 然後甚至還會跟他說 你女朋友有精神病 可是他媽媽一開始喜歡我 然後說你要珍惜這個女孩子 然後後來因為我跟他吵架的時候 他媽媽就幫他講話 因為家裡只剩下他一個人 還沒有結婚 還在家裡 所以他媽媽就很珍惜他 然後所以他覺得我跟他吵架的話 就是我不對 然後但是我後來就想搬出去之後 就是我有準備行李 然後他媽就會哭著說 就是希望我不要走 他說他兒子只是因為睡不飽 所以才會發脾氣 然後要體諒他 然後就是因為他媽媽 就是很誠心的這樣子挽回我 所以我就很多次就心軟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他家準備行李 就是一次要離開了 對 第一次 但是媽媽把你勸回來了 對 然後還有嗎 再來就是下一次也是隔了幾天而已 我就覺得他很奇怪 然後我就在他家打包行李之後 我就衝到捷運站 我跟他說我不想 就是在跟你在交往 你住在他家就對了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結婚了嘛 然後他那時候就下雨天的時候 就開車 然後開到路上 然後把我抓回去 把你抓回去 對 就是在大街上 然後把我整個人 還有我的行李抓到他車上 然後說就是你不要鬧了 趕快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還沒有下定 就是沒有到下定決心 一定要離開他 所以那時候我還是被他的挽回的話 他怎麼挽回你 他怎麼感動你 他就說你自己太情緒化了 然後這麼容易生氣 一年小時候生氣什麼的 就是他讓我 因為他是業務 科技業業務 所以他有一些話術 然後他講的話就讓我覺得 我應該要檢討 因為他在教會比較久了 而且是小組長 然後他年紀也比較大 所以我就會覺得應該要尊重他 然後他講的話 我應該要檢討我自己 他幾歲 他39歲 大你幾歲 15歲 大你這麼多 是是 那所以你有兩次要離開了 對不對 對 那要離開的經驗有幾次 要離開應該有六七次了 其中還有一些小事情 就比如說他要給我他的信用卡 然後跟我說可以搭捷運刷卡用 但是如果我去買屈臣室的東西 他看到帳單就把我所有的錢都還他 屈臣室的東西有那麼貴啊 他意思是說我給你這個卡你只能搭捷運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屈臣室的東西也不是那麼貴嘛 可是他當時 你忘了他多少錢啊 沒有 那是我們兩個人出去 所有的吃飯開銷 兩個人一個月四萬 然後他就會叫我 就是至少要付兩萬塊 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一開始 就是你們GoDutch就對了 對 但他給我卡的時候也沒有這樣說 而且我用他的卡也沒有用別的東西 就只有那一次詮釋 然後他覺得 我拿他的信用卡只能搭捷運 那我就說我不用拿你的卡搭捷運嗎 我自己就又有卡了 他就說 因為這個卡我裡面存了錢 所以你可以搭捷運 所以我那時候還給他 他又還給我 他又來找我 然後把卡還給我 就是覺得一個很可怕的炸彈 就是叫我用這個卡來搭捷運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個朋友聽到之後 他就說他應該是要跟蹤你的就是 要知道你的行蹤 對 對 對 所以才會讓我搭捷運 這是他的目的 然後我就說我都沒有想到 也就太可怕了 所以那個卡我就還他了三次 然後最後一次我真的不要 我就真的給他 我再也不拿回來了 下次你要不要試試康世美 可是重點是因為他表現一副 就是他很有能力的樣子 因為他今年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就說就是可以住到他家 然後一切都安排好了 可是因為我也認識他前女友 所以我們那時候約出來也講這件事 然後他前女友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去過他新家 他新家之前也說要好了耶 所以跟前女友也是講同樣的話 對 對 我們都很有同感 因為我遇到的事情他有類似遇過 所以最可怕的是他有一台iPad 建議用 對 對 那個事情已經是我去警察局報警 申請保護令之後的事 你還去警察局報警 對 發生什麼事情你要報警 這個事情就是有一次 我到了新的公司上班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 很多天沒見面 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要給我兩本本子 是藍色 因為我姓藍 所以就很想我這樣給我 然後當天我就說 我收到之後我就說 我晚上有事跟朋友約 然後不能跟你這樣子 他就很生氣 然後還在門口看聖經 就假裝很高尚的樣子 假裝 看聖經為什麼是很高尚 就是因為他 我不喜歡他 就是因為他表裡不太不一啊 因為他都會說一些聖經的話 但他其實實際就是想要控制人 就是根本就不是信教的人 就在教會一個樣 但是在我面前就是不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我要去找朋友在樓下等我 然後他說那我跟你一起去 然後我說可是我們已經分手了 他說你不要鬧脾氣了好不好 你現在還在鬧脾氣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再鬧脾氣 我是真的 然後他就是不願意跟我分手 所以就開始跟蹤我 然後跟在我們車上 跟我們一起去寧夏夜市 然後我們都叫他下車 就說下次再找他 然後我以為他走了 結果我們在寧夏夜市吃飯的時候 他突然出現在我旁邊 好可怕喔 然後所以你去報警 對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知道啊 原來是他可能一間一間去找 然後他用很兇的眼神就說 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然後我們所有朋友都傻眼 然後因為還好那時候男生 所以就攔住他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恐怖情人 你好像常常碰到 沒有 就這兩個 就是有遇過 所以我就有陰影 然後我看到他那樣子 我就很可怕 所以我就趕快逃到大街上來計程車 然後我就用飛奔的就是要保命的感覺 就飛到計程車上 然後就請司機帶我去找個朋友 然後司機就叫我冷靜下來 因為那時候我一直在講話 然後像瘋子一樣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我朋友之後 我朋友就 陪你去報案 對 他也叫我冷靜 然後陪我去大安分局報案 那當時你一直講話是講給誰聽 就是那時候我就跟司機講說 司機 我要死了 我要被殺了啊什麼的 然後我遇到恐怖情人啊 他說不定會殺了我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這麼激動 然後後來遇到朋友之後 我也一直講話 因為我朋友還有其他女生朋友也在 然後我就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其他女生朋友就說 他們有遇過這樣的男生 這樣的前男友 然後之前前男友什麼 還一起到屋頂上要跳下去什麼 就是 要通過一郡 對... 然後我當時就有被安慰的感覺 OK... 那報警之後等一下繼續聊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男民這個iPad的事是怎樣 就是那時候我剛才在一起的時候 他有一台iPad 然後我就跟大家借 然後但是他吵架的時候就會很生氣 想要甩門 所以就把他iPad拿走 然後我就說我要彈鋼琴 可不可以借我 然後他就留下來 因為你要看譜 對... 然後後來因為那時候我報警完之後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他就沒有再找我了 然後也確定要分手了 報警這個事他知道嗎 他知道 因為警察有打電話給他 但是他那時候還說 我不相信你是警察 然後警察局又用他們的公司電話 就打給他一次 然後就說我們真的是警察 然後你就是要不要再騷擾別人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後來就稍微好一點 然後後來他還有寫信給我 就挽留的信 然後還寫一些聖經的話 我就覺得很偽善 對... 聖經的話他寫什麼 就他就寫說什麼 哀痛的人有福了 然後他憂傷痛苦的心神必不清看 就是他把自己寫成受害者 然後就是寫了一副很可憐這樣子 然後他還說什麼 你跟我分手之後 你不要放棄自己啊 你還是要去教會啊 我跟你媽媽都會為你禱告 然後講得好像就是我是壞人 因為我媽媽也被他洗腦 後來就一直幫他講好話 好 那艾佩呢 艾佩就是他確定要跟我分手之後 然後他就... 我覺得他應該是想要展開報復行為 因為我是警察局告他 所以他也想要來威脅我嘛 所以他那時候... 我那時候去北京在朋友家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我的艾佩一直在想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以為... 就是我不知道是艾佩的問題 然後我回來台灣之後 他也一直在想 他每天都會想三四次 然後上面就寫尋找我的艾佩這樣子 然後上面寫遺師 然後後來就是回台北之後 其實不是遺師啊 他知道在你這兒啊 對啊 但他就是知道 因為他想要叫我 還給他 然後他跟朋友講 然後朋友跟我講 還他 然後我說我可以還 但是請你... 請他把我的照片還給我 我就還他 因為我有些照片在他那邊 我不想要給他嘛 但是他就是沒有要還我照片的意思啊 他還拍我的照片傳給我 就是... 恐嚇你的感覺 就是好像想要... 挽留... 就是... 給我感覺是一下要挽留 然後一下要恐嚇 對那種感覺 就是想要看軟的 我吃不吃不然就來硬的這樣子 所以後來他... 就是一直用艾佩來... 干擾我的生活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他這個人怎麼... 就是這麼可惡 然後我就打給客服 就請他把那個雲端的帳號弄掉 這樣他就不能控制 然後客服就說 看來是他是故意要騷擾你的生活 哦... 蠻恐怖的耶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可惡 所以我就把iPad關掉 也不還他了 然後我自己就去買了新的一台iPad 來用自己買的 是... 永遠啊... 花自己的能力去買的 那個才真正拿到獨立跟自由 對 然後因為他是科技業的 所以他也在他的手機那邊控制 就是讓我的iPad顯示出 如果沒有在幾月幾號以前還給誰 那就會告你輕戰 然後一般人可能會以為是警察局寫的字 但其實這個很明顯是科技業在那邊動了手腳 就是他利用他的技術然後動了手腳 然後連我的朋友也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媽也知道 所以他們都... 就是那個男生就會跟他們來裝可憐 然後就感覺我是壞人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他這樣很過分 是... 那這個... 教會的人知道你們的狀況嗎 你們快要結婚啊 對 就是後來... 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很生氣的時候 然後我就忍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決定告訴教會的牧者 然後就跟他說我有這個困擾 就是他不願意跟我分手 而且因為我後來已經有男朋友了 他可能是看不得我們過得好 所以他就才一直干擾我們 然後還會說我男友的壞話 對 然後我告訴牧者之後他就... 他們其實一開始蠻冷淡的 因為他們並不想要承擔那個責任 然後我就說如果我哪天被分屍了 你們要負責嗎 然後他們才說好 他們會幫我關心這位弟兄 然後這件事結束之後 他才真的沒有再找我 那你們有打探說他過去的名聲怎麼樣嗎 對 就是我後來在跟... 我們共同認識的一位弟兄聊天 然後在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說他覺得不意外 因為那男生以前在教會名聲就很臭 然後就是他自己曾經有跟我說 他以前受洗以前就是做過酒店 然後就是把女生搞到三次墮胎這樣子 然後他... 因為他其中一個前女友我也認識 所以前女友就覺得他有些行為很怪 那不聯絡應該很久了吧 現在 對 就是從二月就是... 就是去年十月開始交往 十一月 算十一月 十一月 然後... 這個交往了幾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 兩個月 然後現在又有男朋友了 對 嗯... 你還在... 會很危險 能力蠻強的 不是 其實那時候一定要有男朋友 不然的話我一個女生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他都知道我在哪裡 那時候我都想說要不要逃到國外去 或躲起來 哇 這麼恐怖啊 真的很可怕 恐懼咧 真的 那坦白說我覺得 這比較是那個情緒控管的問題啊 就是我覺得愛情最麻煩 然後但是也是最迷人的就是 其實愛情真的很容易去照出 我們原本有受傷 或者是有生病的那一面 那我不知道前陣子那個什麼 我們與二的距離 大家有沒有比較能理解說 其實有很多看起來 很可惡的人 他們其實是心理上是有生病的 是是是 那有的時候我們 就是用比較可惡的眼光 去看他們的時候 並不能幫助他們去解決一些 其實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這種事情就在社會上 一直重複地發生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在同一個教會了吧 沒有 自從那次的吵架之後 我就沒有再去那間教會了 OK 那曉飛老師這邊是有男生客人來找你 對 講到愛情護仇是不是 有有有 其實我那個男生客人他也很很玄 就是說因為他本來就是花心大蘿蔔 就是他交往很多個人 但是他就剛好交到一個女孩子 然後這個女生他心機很重 臣服很深 然後這個男生也知道說 這個女的不好 於是他就想說 趕快跟這個女的要分開 但是他們因為這個男的欲望比較高嘛 就是說一直不斷地重複地跟那個女生發生性關係 然後就長達有一年啊 然後這個女的一直以為這個男的很愛他 但是有一天這個女的就發現說 這個男的很像都有跟別人在外面 就是對 劈腿搞曖昧 就問這個男的 結果這個男就很生氣 就跟他斷了切斷 然後這個女的他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傷害我 於是他就想出一個方法說我一定要報復你 而且那個報復他說一定要讓他毀恨一輩子的這一種 因為這個是他第一個交的男朋友 所以說他就看不破 後來他知道說他的這個男生 他有個雙胞胎弟弟跟他長得一模一樣 對 所以他就去查他的那個Facebook 就是因為他弟弟都會去按讚嘛 他就去點進去 然後就查到那個Facebook 上面不是說我寫你的公司在哪裡嗎 對 他就點到他的公司去 然後就找到他的公司 然後他就覺得說我一定要立志 他把他當成一個志願 我要跟你的弟弟在一起交往 是 真的 有達成嗎 有達成 然後他就按進去他的弟弟的公司有沒有 就真的 他就帶了一本書 然後就到他弟弟的公司有沒有 就這樣 他就說每天都這樣等 然後就有一天剛好看到他出來 然後就故意撞到他弟弟 然後書掉下來 然後他就跟他說 哇 我覺得 就跟他弟弟說 他感覺說這輩子很像 沒有遇過像你這麼好看的男生什麼之類的 就像那個嘛 他不是說神怎樣嗎 就是這個女的也是把他包裝成說 很像我們是命中注定的那種感覺 女追男哥成殺 很容易 是 一下子就在一起了 天得共同地活 那他們兩個在一起之後 就是父母親之前也沒有看過這個女的 那他弟弟之前也沒有看過說他哥哥 其實跟這個女的在 那時候父母親就說好棒喔 這個女的很厲害 還會洗碗什麼什麼拖地就覺得說 好 那你們就趕快結婚好了 很鹹熟 很鹹熟 結果他哥哥就從門外有沒有回來 一打開門看到嚇一跳 怎麼會是這個女的 他嚇死 然後他裡面一直不斷地有沒有很想罵髒話 是是然後他弟弟就介紹說 就是我跟他就是要 未婚妻 對 未婚妻我們要結婚了 對 有寶寶了 有寶寶 因為他本來以為說是那個女的 要過來找他麻煩 就說像他之前把他甩了 結果我竟然跟他弟弟勾在一起 而且這個時間點半年而已 是是是 這是電影 這是韓劇 恐怖的電影 好韓劇 是 然後因為我在想 就是說這個女的剛好也喜歡這種外型 有沒有 因為剛好雙胞胎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這個弟弟本來就比較穩重 對 後來這個哥哥就私底下就傳亂 弟弟一定會說 是 叫女朋友說這是我哥哥 你要不要叫他 是 真的會 真的會 對 就是要叫他什麼 阿伯嗎 沒有啦 叫哥哥也是叫哥哥 對對對 大伯 對 大伯 是是是 對 然後這個哥哥呢 他就傳Line給這個女的問他說 你是故意的嗎 為什麼要跟他在一起 我們之前不就是在一起過嗎 我們也發生過關係 你跟我弟弟也發生過關係嗎 這樣是不是很怪 你可不可以離開 你是要報復什麼的嗎 就這個女的回他什麼嗎 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們兩個什麼時候在一起 你不要騷擾我 是是是 對 就是很像撇得一乾二淨 那這個男客人他來找我 他就是要來問我說 這個女的是不是要復仇 還是他們就真的是不期而遇 我算牌我就說 對啊 他就是故意要報復你的 要整你的 結果他們結婚了嘛 那結婚當天有沒有 對 就是不是辦喜宴嗎 然後這個弟弟就帶著他的另外一半 就是這個女的 就一起跟大伯 就是跟這個哥哥敬酒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女的就跟大伯說 就說祝你早日找到幸福 希望你可以找到真愛 結果那個哥哥就 因為喝酒了嘛 整個發飆了 然後就拍桌子 就是父母親都嚇一跳 然後就說你怎麼了 就說他祝你早到真愛 不是很好嗎 結果因為這樣的事情有沒有 就是因為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就變得不愛回家 那後來他們就生小孩了嘛 那生了小孩子那個 小孩子很可愛嘛 因為後來就過了三年 那小孩子也三歲了 都會叫了 會叫了 他說這個女的 都會叫那個小孩子說 就說媽媽 就說我媽媽說她很愛你 我也很愛你 媽媽說希望你也可以愛媽媽 也可以愛我們一家人 是 然後那個大伯就覺得每天 他就覺得被這個騷擾 所以他就變成說他以後家族聚會 他都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之後 這個女的還會故意叫 他的弟弟有沒有 就是他的老公打電話給哥哥說 為什麼他都不回來 對 是 我跟妳講 浩宜現在已經是電影的編劇 我絕對把它寫出來 是是是 這是真實電影 這是真實的 等一下還有故事 好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對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南銘 你的前男友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男友 他有沒有弟弟 有雙胞胎嗎 有雙胞胎嗎 沒有啊 他有妹妹跟姐姐 不是 他有哥哥跟妹妹 我說要是有就可以報復了 開玩笑的 要報復他妹妹嗎 那小夢還有第二個 對 第二個就是說 有一個精神科醫師 在台灣其實也是蠻有名的 是 那因為他認為說 他很厲害 他很權威 他覺得說被他看過 治癒的人太多 所以他相信說 他不可能找錯男友 所以因為他是蠻自傲的 其實那種精神科醫師 也會常常給我算命 那他就說 精神科醫師來找你算命 有啊 有啊 他不是心理自己會治療嗎 有些基督徒也會找 對 有些基督徒也會來算 是 像有一些醫生也會來算說 他這個病怎麼說會好 對 我自己也是嚇一跳 就是說他們自己也是需要 有一個人在旁邊 當他的精神老師 好在他們也都找對人找到我 對 如果找錯人就不好了 是 那個精神科醫師 他就來跟我說 他說他交了一個富二代 然後他覺得說這個富二代 他長得又還不錯 然後又有錢 其實講來講去就是 他也是貪他的一點 這種錢是不是 然後後來他就說 找我算翻牌 我就跟他說這個人不好 這個人我覺得他 你在外面要有桃花 你翻牌就知道了 可以 那個看得出來 可是那個精神科醫師 以前來我這邊都蠻理智的 因為他都問工作 問一些什麼 結果他就很執著在這裡 他說你怎麼看的 你牌怎麼說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說他以前不會這樣 那愛上了 後來事實證明 這個富二代真的就是 就是跟人家交往 還被週刊拍 所以後來他就說 都被週刊拍到 那一定是 我剛才講很真實 他說會不會是因為 那個女的自己才上了 我就說不管怎樣 他就是外遇 然後後來這個精神科醫師說 那我一定要報復他 他就這樣繞一句話而已 他就走了 然後他走了之後 隔了大概一個月後吧 他就過來找我 我就說你中間是發生什麼事 他說因為他後來得知 這個人 就是真的是外遇 他就把這個富二代有沒有 就是騙到一個小島 度假 對 度假 因為他說他不會讓他好過 因為他說精神科醫師 我那麼權威 我一定要讓你精神受到凌虐 就是這樣才顯示說 我可以再治療 他也是想說治療這個人 後來就把他帶到一個小島 然後那個島有很多個人 小小島 然後他就買通那個船夫 他就跟那個 因為他們要坐遊艇 才到另外一個島 那遊艇上面就只有 就是他跟富二代 跟那個船夫 他就說 到時候我們到了那個小島 我會故意在那個酒裡面 放一個安眠藥 然後讓他喝 喝完他就會想睡 然後就是我們就 就是把他的東西都拿走 讓他在那個島有沒有 就是自己一個人生活兩天 是他就故意懲罰他 那個島聽說很小 就是就像比 很像就是比這個華視攝影棚 對 就是還要再大一點而已 然後還有一座小山這樣子 他形容的 然後還有很多樹這樣子 後來他就真的 他就把他帶到那邊去 然後就是他們就喝了酒 然後那個男就睡著 然後用個毛巾遮住他的那個頭 那個男的起來 就說怎麼都不見了 而且還留下幾件衣服而已 然後還有幾個零食 就是可以讓他撐兩天 然後他說旁邊好 那可以是說他還放了 大概十幾本那個黃色書刊有沒有 對 在他的旁邊 就故意的啦 就是說你這個人變態色狼這樣子 是是是 然後他就跟那個船夫 就回去那個本島 然後他就搭飛機有沒有 就是回到台灣了 然後他有跟船夫說 你兩天後再把就是這些 他的衣物還有一些護照什麼 就是送回去 對對對 接他這樣子 哇兩天後他就 船夫去接他嘛 哇那個人氣到就是報警 他就說是這個船夫跟那個女的 一起設計他 跟他太太 對那個還不是太太 女朋友 對女朋友而已 後來警方當然不受理啊 因為沒有證據嘛 對不對 你又沒有攝影 後來那個富二代回來台灣嘛 也是在台灣的法庭說要 就是報案告他嘛 這個都告不成啊 是 那個精神科醫師他就來找我就是說 算說我這樣子有沒有報復到他 他現在的心情如何 是 我跟你講 你一醒來發現這個島裡面只有我一個人 對不對 嚇死了 對 就是嚇死了 那會死掉的 對 而且完全告不成 而且他說聽說那個懶的有沒有 崩潰到有沒有 他再也不敢就是說亂找女人 是是是 因為那裡沒有淡水 只有椰子汁 對 只有椰子汁 然後還有鮮魚 是 可是 真的真的 所以那個精神科醫師說 我也是在療癒他 只是我的做法比較激烈而已 是 真的他是把他治好了 他也不會再那麼亂來了 我後來聽他說的 他說因為後來都沒有再拍到他 好 那志偉這邊也有故事 有 你看這個 我覺得這男的也太丟臉了 丟臉丟到 我把男的也丟臉這樣 你看 這個是有一個女網友 她在這個爆料公社PO的 她說他的前男友 而且這要講好久以前了 因為他是十年前的男朋友 我都不知道換過幾任 他十年前 那當時這個男朋友跟他分手 是很莫名其妙 那一定是有了新歡 所以才要把我拋棄 那那時候是 講說分手完之後 人就不見了 就把他封鎖了 十年後突然這個 前很久的男友呢 傳訊息給他 十年後耶 對 十年後 傳給他 因為換成事 我有可能都覺得這個人是誰 我搞不好不記得了 那顯然這個女生 他的手機裡面 還有這個男生的Line 或者是電話 那上面寫說 就跟他打招呼 怎麼啦 他就打招呼 這女生就問他怎麼啦 怎麼啦 應該是女生講的嘛 對 因為如果說我 應該會問你是誰吧 因為這麼久沒聯絡了 然後他說 你沒有在忙嗎 這女生回答他在洗澡 他就會再問他說 我怕我這個開口 在你心中沒了形象 洗澡還能夠碰手機 你真厲害 有沒有一萬借我 我呢 要度生活了啦 到下個月 別再大嘴巴跟我妹講了 然後他就說傻眼 這個女生就說傻眼 然後這男的呢 就跟他說 我也覺得很靠北 怎麼會跟你開口借這個錢 那總之呢 這個女生就說 我覺得你也蠻有種的耶 當時封鎖我 現在為了要跟我借一萬塊 還敢傳訊息來 那這個然後呢 等於是說這男生說 活到三十歲 卡這麼一個關卡 所以我需要一個時間 一段時間爬起來 總而言之這個對話就是 一萬塊就讓他爬起來 對 然後女生說 那你就再封鎖我 顯然他的話還沒講完 女生就直接回他 然後你以為我是十八歲 那個白癡嗎 然後這男生又回他說 不會啦 不會封鎖你啦 又不是小孩子 我也 我也忘記上次呢 是因為你講什麼話 我一生氣就封鎖你了 他就在解釋 但是我覺得比較妙的是在後面 就說 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說 我到現在呢 也看很開了啦 生活讓我遭受太多挫折 他想要跟這個女生講說 我現在很可憐 對 那你就不要 不要怪我之前這樣做 這個女生就跟他說 報應啊 喜好啊 你怎麼對待別人 別人就怎麼對待你 那男生就說 我太過自以為 搞得自己現在這樣狼狽不堪 女生說 當年我要離開你家的時候 有跟你說過 有一天會看到你過得很不好的那一天 那這男生就說 就今天你就看見啦 人生嘛 我也不太會說啦 反正我是見世道了 就自己很慘的那一面 那你知道嗎 這個女生說 我沒有辦法對你做什麼 但老天爺會替我治你 那男生就 終究男生要跟他要借錢嘛 借一萬塊 那你現在氣消了沒 這女生說 無論我的氣有沒有消 我都沒有錢可以借你 你就繼續封鎖吧 反正 反正你所 你所了解那麼久呢 也當做是 也當做是 反正你封鎖我這麼久了 也當做世界上沒有你這個人 這男生還說 借不借 借不借真的其次啊 那這次你就動手吧 我太失敗了 這個女生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為了要跟他借一萬塊 可以搞這一招 那他根本也沒有想要報復他 他只是要跟他說 我現在有機會告訴你 當年你分手我的時候 我就是告訴自己有一天 要讓你知道 我過得比你更好 對 那因為剛剛小孟老師講的那個故事 我倒是想起一個 好 這個等一下繼續說 OK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志偉說 聽到小孟老師講的故事 他就有一個靈感 不過先請教小孟老師 什麼樣的星座最會報復人啊 有 對 第三名就是射手座 射手座人他會以牙還牙 拖累親友 為什麼 就是說 你如果報復我 我一報還一報 是 是 是 而且他還會把你 就是過去你跟他的對話 或者是簡訊 公布給親友看 或是放在Facebook 所以當射手座的朋友 也是蠻辛苦的 來 射手座請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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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名就是雙魚座 他抓到把柄 他會不斷地攻擊 為什麼 就是只要說你外遇 或者你傷害他的話 他就開始會收集一些資料 一些資訊 或者是說 就像剛剛你那個另外一半 就是他會不斷地騷擾你 然後感染你的生活 他什麼做的啊 那個男民 好像是牡羊座 是 牡羊座 牡羊座他情緒忽好忽患 是 是 是 我很怕牡羊座 你很怕牡羊座 牡羊座其實起伏很大 對 起伏很大 不是起伏大而已 他很白目 是 是 是 對 他會挑戰你的底線 是 是 是 那第一名就是天蠍座 天蠍座他是慢慢布局 而且會同歸於盡的 為什麼 就是說 他不會一開始 他就馬上報復 他會慢慢地滲透到你的生活 而且他會知道說 你生命之中 最想要的是什麼 我常常看到 有一些董娘有沒有 很厲害 他知道說老闆外遇 他就會先看說 公司裡面存責在哪 還有就是說 房子 他會慢慢地過給自己 然後就是過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逼迫老闆說 你現在要不要跟這個人分手 如果不要的話 那很抱歉 我這些都是我的 好 那我就幫你趕出去 是 是 是 他都處理好了 我是摩羯座 摩羯 摩羯會不會報復人 其實摩羯座的人 年輕的時候有沒有 會有一點點想報復 但是通常他們報復 是會讓自己過得更好 比如說開始變瘦 變得很好看 因為他自己也是摩羯座 常常講他也是摩羯座 是 是 是 笑樣會有 靜靜靜靜靜靜 真的 恐怖情人是摩羯座 就是那個恐怖情人 他會打人 你剛剛不是說你有被加爆嗎 有一個就是摩羯座 被暴力對戰 就是之前大概二十歲 招的一個男友 然後他是摩羯座的 然後因為他誤會 就是我就是出去玩 然後就是有背叛他 就是他誤會 但是並沒有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就來找我 然後就把我推到床座 然後就是 後來還起了一個很大衝突 我還去警局報案 他怎麼打你 就他那時候是推我 但是他沒有想要傷害我的意思 但是因為我們有口巧衝突 所以他那時候 就是 我就想要把他關出去 關到門外 然後他想要進來 然後我們就推撞 然後他就不小心用門 夾到我的手臂 然後那時候我整個手 全部都瘀青 就是整個腫脹 然後看起來很可怕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驚嚇到我手就是都是傷口 然後我就有點瘋掉這樣 我就說我要去報警 是他可能不是正在打你 對啊 你就吵架 是 摩羯座的 摩羯座 對 不過撇開星座 摩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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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覺得撇開星座 不要惹我我天群 沒有開玩笑 我覺得撇開星座 就是看這麼多案例 就包括我自己身上 我都覺得真的 其實最好的報復就是 不是摩羯座的關係 是讓自己變得更好 那 因為我也是 就是分手的時候 轉心理諮商的嘛 那那個時候就是支撐我可以 因為我們心理諮商系 其實很難考 那我記得那時候 每天都念書念到想哭 那照鏡子的時候呢 就跟自己講說 有一天要讓你後悔 你離開我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可以給人 帶來很大的力量 那就等有一天 你真的也喜歡你自己的時候 他有沒有回來 那個時候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那個所有的 報復最強大的力量 都花在自己身上 對 就讓自己變得更好的人 我要報復你 讓有一天你後悔你離開我 這也是報復耶 是啊 對 對 因為我們做的這些的東西 其實都是 有一些事情 如果不可逆 比如說傷害他 或我傷害我自己 那有的時候可能就是 對方就會想說 所以我離開他是對的 那阿德最好的報復是什麼 就是 柯文哲不是之前講的 最好的報復就是 自己要活得比對方好嗎 對 我覺得這種比較 都不會活得好 他的名言也是 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 但是 一樣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種比較 就是我要比你 就是讓你覺得說 我活得很好 我覺得其實都 這種比較其實很容易走到負面 是 我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你要想一想 復仇會帶給我們什麼壞處 要多想一想 對 因為你想多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我有那麼多損失 因為那人會在無止境的那種復仇 就是家暴 我覺得那都是因為 你只看到你修理別人的那一面 你都沒有想要說 有修理到嗎 這個會不會反倒在自己身上 然後呢 甚至這樣的這樣的復仇是 就像那個飢餓一樣 就像那個愛情的慾望一樣 就是你你越復仇是越不滿的 就這個事情是 這個路就會越走越深 所以你要把這個事情想透 這件事情才可能你跟他絕緣 不然的話 你往好的地方想吃都想一死而已 凡雪來你的故事 沒有啦 就是有個朋友 他是跟他的男朋友分手 男朋友分手他劈腿 那就是最主要的男生 因為是個醫生嘛 那不想當住院醫師 就是找了個千金小姐 要投資他 那當然就拋棄了這個 我這個朋友 那他最後復仇的方式 他讓自己變得更好 他還去整形 換了一個人 去接近這個男生